两名男子在巷弄拉扯扭打在一团 谁也不松手还不断将对方压在地上 甚至撞向停在旁边的机车 就当双方跌倒在地后 还起身继续打 场面火爆引来民众围观 事发着台北市这处巷弄 双方彼此是邻居 却因为脏水问题大打出手 国系男子与陈姓男子是邻居 双方长期有前夕 这回的导火线是因为今年4月 国系男子因为不满 陈姓男子在住家外面清洗家具 脏水流进家中 因此登门理论更挥拳痛殴 陈姓男子 双方就在巷内上演全武行 附近住户听到争吵声连忙报警 眼伸口脚进而爆发肢体冲突 耳朵头手脚等多处差错伤 警方因规定受理双方互控伤害案件 警方或报道场将两人压制 虽然最后双方撤告 但国系男子老龄行为却不是第一次 晚上六年都要出去 我都吃饱饭 据了解今年二月 国系男子因为不满 邻居机车声音太大声 因此上前理论却不料 国系男子又情绪失控 挥拳重击邻居左胸 导致邻居肋骨骨折 最后被依伤害罪判刑两个月 他们两个经常在打架 就是他们两个 有时候 我上一次下来看就是 一个这个没有穿意义 被压住了他这个的老婆 还帮忙他把他压住 国系男子多次暴力行为 巷农内的住户人人自为 只能说千金买屋 万金难买好邻居 3D新闻顾源松城招文 台北才